刚刚过去的西九自由野,两天入场人数高达3万人 但它的入场登记措施引起争议 被认为与自由野本身享受自由空间的想法背道而耻 同时由于天与关系,15号亦有多项节目要取消 另一方面,西九亦已公布夏年年初的活动 继续为在2016和2017年落成的戏曲中心和Mplus造势 已是第三年举办的西九大气棚 除了由多位大老官演出的经典粤剧 今年亦特别请来国内没花奖的多位得主 在农历新年期间演出多出京剧、昆剧、粤剧和截止戏 与去年不同的是,今年大气棚因为工程关系搬到海旁 亦指为在有演出的日志开放 与去年开足三个星期的市集很不同 如果今次我们仍然有一个廣东道的地方来做 我就会开足四个星期都不定 因为西九现在不同的地区 会有不同的工程在里面来做 所以我们今次只能找到这个地方来做 而四个星期是相当长的时间 我都希望大家来到的时候 是集中在一些有演出的日志 热热闹闹过来的时候来看 今年因为我们的节目的安排 那三个部分呢 都是要艺术的精英艺术的主题 所以这个时间上呢 我们都要包容了 有巨术机、排练 例如说到新星的展演的时候 我们特意留下时间 让他们有足够时间在台上 可以准备 而Mplus也举行构建 Mplus博物馆设计方案及建筑藏品展 由Mplus设计及建筑刹展人陈百康刹展 这次展览将会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Mplus大楼展览 回顾六个入围设计方案 以及解释明了Mplus内部的详细构组 另一部分会展出Mplus现时的建筑藏品 包括多个亚洲标志性建筑物 例如山顶老沉庭 中华梅峰总行 广州歌剧院 甚至是九龙寨城等等的建筑模型 图纸、相片、装置和录像 扣建Mplus和西九大气盘 将会在明年一月举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